今集有什麼好吃? 有我阿寶和大家介紹美食 今集我們來到位於 瘡仔至尊花城地下的騎士日本料理 和大家試一下日本菜 事不宜遲我們馬上去吧 第三位 魚生沙律 排名第三位就是我面前的 這盤色彩繽紛的魚生沙律 不要說那麼多 立即試一試它 它裡面是有很多雜感的魚生 切絲 然後再加上一些蔬菜 和秘製的和風汁所混合而成 整個感覺很清新 而且味道也很出色 很適合在夏天的時候去享用 好吃 第二位 黃金焗生蠔 排到第二位的美食 就是我面前的黃金焗生蠔 首先我看到它的樣子 就懂得聞一聞 好香啊 非常出眾的燒烤味道 我不等了 我現在立即就要試一試它 我立即會看到有很多的芝士 你看看這裡 立即有些很新鮮的汁流出來 我要來了 首先它的芝士味不算很重 它和蠔的味道是融合得非常好 不會互相搶走味道 很新鮮 而且可能一般不吃蠔的人 會覺得生蠔很腥的 但是在經過這樣的烹調之後 就完全沒有了這個問題 再加上它的芝士 相信也有些配方 你看到它的質地 很像雞蛋一樣 所以整件事真的非常好吃 第一位 芝士焗日本年糕 Gu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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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終於來到第一位 就是這個芝士焗日本年糕 你看它焗到金黃色 非常漂亮 而且日本年糕 我覺得在澳門應該是比較難找到 所以我都急不及待 很想試一試 一夾上手發覺 很煙韌的 要扯一扯 用點力 可以了 馬上試一試 這個很香的芝士味 還有日本年糕 的確是有一個很特別的口感 咬下去那種煙韌 雖然很煙韌 但是也未至於說 照不斷 主要是吃到很香濃的芝士味 很特別的口感 真不愧是第一位 嘩 今天我獻出了我第一次給這個有什麼好吃 好開心可以來到 位於坦仔的這個 擁有十八年歷史的 騎士日本料理 去跟大家試菜 其實騎士一直都是我自己個人心目中的 一個 top list的日本餐廳 主要原因是因為他的營業時間很遷就到我的工作 他是由這個黃昏的六點鐘 至到凌晨的三點半 尤其是當我有時候做到很晚 凌晨十二點的時間 一想起要想吃好吃的日本餐 騎士就是一個必然的好選擇 下一集有什麼好吃 繼續和大家介紹美食